皇帝驾崩后 由于种种原因 他的妃子们要以身殉葬 可要是妃子们不愿意殉葬 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站在这群妃子的角度上 来看待殉葬制度 想要活命 只有三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便是老生常谈的母嫔子贵 诶 世人皆知 古时候的妃子们想要出人头地 唯一的办法就是给皇帝 诞下一男伴女 甭管事后孩子混得怎么样 作为生母的妃子 是绝对不会被当成殉葬品 跟着皇帝一同下葬的 如果没有孩子 那也有办法去守墓 而且还得是自愿的 试想一下 让你一个人待在墓地里 常年见不到一个活人 唯一打发时间的办法 就是跟自己说话 时间长了 你又会怎么样呢 其实不用咱们去想 史料上已经给出了答案 这部分守墓的妃子 到最后不是自寻短见了 就是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活死人了 至于这最后一条路就比较特殊了 前提还得是有那个命才行 怎么回事呢 一些自己没有生过孩子的妃子 如果抚养过其他皇子 那么在皇帝死后 他便不会成为人殉的牺牲品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 想不想知道那些成为殉葬品的妃子 到最后都是怎么死的呢 首先是第一种办法 自愿 说不好听的 就是给条绳子逼着对方去死 第二种方法就比较残忍了 一般情况下 古人会用迷药或者粗暴的手段打晕他们 接着在其头顶的位置 用力气开出一个小洞 你绝对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就是灌水淫 这东西一旦进入人体 是什么后果呢 在这儿就不用多说了吧 第三种是历史上出现最多的一种殉葬方式 同时也是最残酷 最没人性的一种 那便是活埋 细分又可以分两种不同的执行方式 一种是挖个坑 直接把活人推下去埋了 另一种是将殉葬者弄晕后 五花大绑的塞进棺材里 等人醒过来之后 便会由于缺氧跟恐慌而殒命 当然也有例外的 秦始皇死的时候 给他陪葬的妃子 就没有被关在棺材里 而是直接由士兵驱赶进林墓中 接着关闭墓室活活憋死 对此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七七说社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私敬我 每时每刻为您解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